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已发众怒 白冰当真是真富豪吗 那一次 白冰像往常一样开着豪车来到餐厅打卡美食 点了一份该餐厅的招牌意面 而且是由大厨手捧吃事锅到客人餐桌前现场制作 在制作的过程中 白冰一直都是一脸震惊的表情 而当意面制作完成以后 白冰居然对服务员说自己不习惯用刀叉 所以想要一双筷子 然而就在服务员去拿筷子的间隙 白冰竟然拿起了制作意面的公用筷子 接着就是一口一口的往嘴里送 更过分的是 吃完还对着筷子用力的作了几口 但没想到他对于自己所作所为 人就是不过瘾 作完筷子以后 更是旁若无人的啃了一口芝士 正是这个视频 自从发布以后 迅速就在网络上引发了一众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在评论区问 我就想知道这个锅赔了多少钱 白冰还对此不以为然 随后就打去岛 等自己刷完盘子就告诉他 也有网友表示 想来白冰应该已经出钱买下了这个知识锅 然而就在一星期后 此事竟然又被提起 甚至使得白冰深陷网爆 一时间也是再次让人对白冰这个名字热切关注起来 事情的起因是 有一名网友去该餐厅用餐 结果却发现 该餐厅仍使用着被白冰咬过的那块知识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该餐厅还继续用这块知识给客人制作一面 而作为事件的始作俑者 白冰自然难辞其咎 即使有网友解释说 白冰当时已经赔钱给商家 但更多的人还是认为双方都有问题 一个素质低下 一个唯利是图 除了这件事 在此之前 外滩狂烘油门 吃霸王餐淘丹等丑闻 也同样让他深陷舆论 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 那一次 有网友上传了白冰的兰博基尼 在外滩狂烘油门 甚至喷火自燃的视频 导致不少人都怀疑 白冰此举其实就在刻意炫富 经此种种 让白冰的事业和生活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挽回颜面 他也立马为自己澄清 在他的解释中 说车是他的没错 但开车的人并不是他本人 那一次他停下车之后 就把车交给了驳车小柯 但没想到的是 对方却开着车到处招摇 这也就使得白冰莫名其妙就成了这件恶性事件的背锅侠 至于吃霸王餐逃单的事情 白冰同样以视频中人 并非是他本尊来撇清相关流言 不过看他那拿钱不当钱的朋友 确实不像是会为了一顿饭逃单的人 但也是因此 白冰那财大气粗的身份也更加让人好奇 曾经有媒体报道 说他是全网最不会吃东西的美食博主 明明是开着七位数兰博基尼的有钱人 但每次出入豪华餐厅 都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像是价值1600块的惠林顿牛排 他当成大肘子啃 而售价五位数的法式鹅肝 他也是一口一个 什么大龙虾等等名贵食物 他也都拿来生吞 明明是上海最顶级的料理 却被他吃出了大排档的感觉 而白冰作为一名网红 他曾经一个月涨粉五百万 全网总共坐拥两千万粉丝 然而他却不要礼物 不带货 拍视频全是因为娱乐 结果就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 就因为外滩狂轰油门和啃咬公共餐具 而被炮轰没有公德心 就连富豪身份也惨遭质疑 那事实上 全网坐拥两千六百万粉丝的白冰 到底是富二代体验生活 还是利人设圈粉赚钱呢 虽然大多网友都是通过美食博主这个身份认识白冰 但事实上 之前的白冰一直都是一位爱车博主 视频里清一色 全是线裤 傻帅 光是身穿专业赛车服的潇洒模样 就能让不少迷妹为之心动 但由于视频内容太过单一 白冰的事业也逐渐遭遇到瓶颈期 为了寻求突破 这个玩车大神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美食探店博主 在美食这一行当 优秀的博主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而白冰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 除了出手阔绰以外 和他那接地气的吃法也绝对脱不开关系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白冰作为博主 明明是带粉丝长见识 结果自己却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别人开兰博基尼 拿着爱马仕 他一下车 手里提的却是十几块钱的塑料编织袋 每次在服务员的指引下走进餐厅 东张西望地像结了刘姥姥进大观园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吃不起什么好菜 而白冰转头就走进了二十几个人的大包房 将餐厅里的招牌菜品全都点了一遍 此外 为了凸显自己美食博主的专业人设 还要服务员撤下了精致的高脚杯和西餐专用刀叉 转而从自己的编织袋里 掏出喜庆的大红筷子和大肚啤酒杯 用餐环节就更搞笑了 前一秒吐槽餐品太过花里胡哨 下一秒就是大型的真香现场 一边吐槽量少 一边大口吞下 恨不得连鸡蛋壳都吃进去 服务员继续为他端上法式鹅干酱 提醒他把食材混合一起吃 味道会更好 但白冰打量几番后不知如何下手 于是直接就一口吞了 这高级料理硬是被他吃成了白面馒头的感觉 而这些种种反差 才能让白冰圈粉2600万 成为探店圈的网红名人 但正是应了那句话 人红是非多 自从走红网络以后 白冰终于因为各种各样的丑闻 频频惹上争议 从广东电子厂的小混混 到如今日常出行蓝布基尼 打卡高级餐厅的网红 白冰到底走对了哪一步呢 不少人以为白冰生来富贵 但事实上还真就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他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打拼得来的 白冰出生于东北的一个普通人家里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因父母不在身边 而被寄养在了亲戚家 小小年纪寄人篱下 让白冰过早地体会到了人情冷暖 他也在那时候立志 将来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 让别人再也没法看不起他 在14岁那年 白冰选择了提前辍学外出打工 在广东干起了流水线的工作 随后拿着这两年赚来的钱 去学了美容美发这样一门手艺 在做这个行业的同时 也逐渐接触到了赛车一行 小日子过得不错 甚至还交了一个女朋友 但没想到女朋友因他太喜欢车 一气之下提了分手 感情受挫的白冰 一心想换个城市生活 便从四川来到上海 而看到上海的繁华景象后 白冰更加明确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然而命运总是不如人意 就在他下定决心大干一番的时候 意外便发生了 在一次练车中 他不小心摔到了腰 自己虽然没想放弃 可医生却说腰没治 之后为了寻找神医 白冰在一年之内辗转六个城市 结果全是江湖骗子 失望而归的白冰 不得不回到上海家中 但没想到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竟意外迎来了事业上的最高峰 虽然自己行动不便 但当时大部分的生意都可以线上操作 不能赛车又没有社交 赚钱是白冰唯一的安全感 没想到就这样躺了一年后 腰伤竟然奇迹般的好了 就连医生都说他骨骼惊奇 不过因为刚刚恢复 所以白冰也没急着赛车 而是继续在家专心搞钱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 白冰忽然心血来潮 检查了银行卡里的余额 结果惊奇地发现 里面竟然有七位数 看到余额的一瞬间 他整个人都麻了 冷静下来以后 拿着90%的钱 全款提了一辆宝马M4 随后又接连换了法拉利 兰博基尼等好车 很多人好奇 有钱了不是应该先买房吗 其实对于白冰来说 车子才是能让他 瞬间兴奋的东西 事实证明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台车让他的人生 有了更好的机遇 彻彻底底成为了有钱人 但经此种种 只希望白冰在未来的日子里 依旧能够不忘初心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也希望他能好好约束自己 避免遭人诟病 惨遭翻车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 下期再见